各位卖欧 大家好 过去星期香港天气很差,又下雨又阴阴天 今天趁阳光充备走出来室外跟大家拍影片讲我的话题 如果过去有些人有情绪比较低落 甚至感觉自己有点抑郁症状之类的情况 趁这些天气出来逛下晒下太阳 对于心理情绪都有好处 我现在就在户外拍片,对面有马路后面 有些人有时会有车经过 也有些人在那儿走下放狗跑步 有人走得近我都会停顿几秒 好像在我面前有人在拖两只狗 有几个人走得近我走到旁边就停下 这次就想跟大家继续讲一些国际时事的问题 这个政治的事情,无论你关心不关心 其实都会影响很多人的命运 即使香港人不要以为乌克兰的事 就离香港人好远 其实一个连锁反应 其实它怎样的情况 最终都有机会好与不好都会影响我们 影响我们香港人 昨天我有一条片说到分析 为什么俄罗斯普京去冒险侵略乌克兰 有兴趣的朋友就去看 而今次就想跟大家 可能有些网友都会关心这些事 但可能就不想愿意花时间去了解 去看这么多的网上的资料影片 所以这次我都将我自己看到的事 跟大家去分享简单精简分享 现在局势既然已经开打了 现在是很困难 很多人觉得俄罗斯这么强大 乌克兰很难守得 甚至有些网上有些不知什么人 说到几个小时就会搞定乌克兰要投降 那些我一直都不是认为这样 即使就算它搞定 乌克兰都不会公意投降 还有一个就是看到他们 从2014年的民族性格 再加上上一任现任总统的态度 都能够团结国民 带领国民精神领袖这些人物 事实在过去已经开打了两天 在网上看到很多不同的消息 其实都很令人振奋 亦都可以说是乌克兰不是一定输 亦都有曙光 在很多种种因素 昨天简单说一些 看到一些在网上影片 虽然俄斯以一个狮子迫兔之势 在网上攻陷了很多乌克兰的地方 但它未全面可以控制得到 而且昨天有些影片都很令人 既伤感也都振奋 就是乌克兰击了几架的米格战机和一些俄罗斯的军车 同时据报有二千多个俄罗斯军人陣亡 而乌克兰那边都有百多个 现在的战争总是有一些 可能未必完全百分百肯定的消息 那些消息可能是一些资讯战 就是各方放出自己有利的消息 但有些确实可以证明到可信性 譬如其中俄罗斯其中一条影片 我看到有一排 我不知道一排的意思是他们有多少人 那个军队里面有一个刑 有一个刑一排的 那个不知道有多少人 就向乌克兰的守军投降 就说他们不知道是派到来 是要杀害乌克兰人的 反而就气骸投降 这些都是一些 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 而同时就在俄罗斯境地 这些传统媒体都会见到的 在俄罗斯自己的国境里面 都有很多人就走出来反战 也有一些俄罗斯里面 其他一些不同的有社会地位的人 也都出来反战 这些总长迹象 只要乌克兰人民继续坚持下去 守住它即使它伤亡惨重 但总之俄罗斯那边普京 它赢不到最终反而变成普京就要输 而到时它输了 普京就会很惨 所以总总这些事情 其实俄罗斯它不一定在赢 在历史上也有俄罗斯曾经 亲战阿富汗搞了好像 我不记得是十年了 都搞不到阿富汗 所以中共最后都要去选择撤兵 当然这次乌克兰不能拖到十年 但只要它拖到两个星期 不要甚至要有时快 可能你拖得挺肉 因为现在世界上有些信息万变 现在已经有很多北欧的国家 瑞典、芬兰、埃沙尼亚 还有埃沙尼亚 已经支持经济和军事援助 乌克兰 而波兰又封锁航空领空 不让俄罗斯飞机经过 总总你越拖得久 世界各地看到一些网上的民众 世界各地的民众 就越来越会对这件事发声 在现代21世纪 21世纪这个年代 你还要去主动去侵略战争 这些呢 你长远而说 你都是失去道德 道德的价值 即使你赢得到 始终你都会负责很沉重的代价 这是21世纪 已经不是过去一百年前 或几百年前那些 你有强权 你赢了抢到别人 那你就赢了 但今时今日 这个21世纪就不是这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 这个谁长是乌克兰的战争 乌克兰的曙光 也可以说是全球自由世界的曙光 也不只是乌克兰的战争 也是全球自由人的战争 甚至这些可以说是 连我们香港也有影响的 如果乌克兰最终 它可以守卫都捕 保卫都捕 而现在普京间接导致它 不奇怪的 这些情况 这些人 它行就行不行 它就随时突然下台 甚至乎它要成为这个 成为这个的战犯 这里这个位置 很多阳光晒着镜头 可能大家看得没空 我试试找一个 更阴陋的地方 要先过马路 在这里好些 我自己都舒服些 不用这么反光朝眼 所以这次的意义 不单止是乌克兰的战争 其实是一个人类世界 自由世界 就等于对决和邪恶的普京 那种的战争一样 而我自己估计 到最后 最后就是 有可能 如果俄罗斯国内的反对声音 因为连它 自己国内 俄罗斯国内 它自己都有反对声音 这个对普京是很不利的 所以其实它现在都在赌博一局 而它到时 有什么用途是这些 它被它自己国内人政变都不出奇 突然拉下台 我上一条影片都说过 只是过几星期前 俄罗斯都已经有一个高级的将领军官 公开去指责普京 这些如果是一个完全能够独裁领袖的人 就不会发生的 就是有些可能的奇迹 突发事件变数都说不出 而普京到时就有机会变成一个战犯 街下囚 反过来 我乌克兰 这个上任的总统 科罗斯的前任总统乌克兰的前任总统 他是富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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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竟然在拍一段影片 自己拿起机枪 和市民军人那些 去表示要守卫家园 而现任的俄贊林司机 拜登曾经说可以折走他 为他安全之后 他都不愿意去走 这些想到就是 乌克兰人那种上下一心团结 我以前有些影片说过 因为我心理学家 告诉我们人类的人性 就有不同程度 那些服从性 不同的民族 他们那种服从性都有不同的 相对于白种人 对比亚洲人 亚洲人那种服从性是比较高的 那种反抗性 就没有那些白人 那些人种去追求自由的反抗性高 而乌克兰这个民族 你过往多年来看到他们那些事件 到现在都看到他们那种为了自由 而那种不惜牺牲去奋战 在网上看到那些影片 相信有些人都看过 有一个年轻的爸爸 抱着年幼几岁的女儿 推他上巴士拥抱 跟妻女道别 跟着哭住这样去 要他回去上战场 这些影片 可能即使你是一个男人 你平时没有什么受到感触感动 你看到这些影片 即使你是一个男人 可能你都相对有一种感动 其实还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影片都令人是催泪的影片 所以从这种角度 这次乌克兰人 我估计 他只要继续这样搜下去 反而普京变成是踩进了一个泥毯 到最后 他反而被迫下台 也不出奇 只要他们不是将来的时间 会证明出来 而去到这一刻 我自己个人 有时我作为一个香港人 见到乌克兰人这些事情 有时我自己觉得 做一个乌克兰人在这一刻 即使要为了他战争 有可能死亡犧牲 我都宁愿做一个乌克兰人 比做一个香港人 现在当然 你有没有那种性格的人 你有那种性格的人 你就会明白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不会明白 好了 今次给大家了解一下 现在乌克兰的情况局势 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看这些网上新闻 人以后想知道 大概给大家知道 现在乌克兰 就不一定是在输 而且反过来 我看 继续拖下去 反过来 这个连锁的反应 回来 回来 对整体的世界 看到一张椅子 先坐下 对整体的自由世界的人士 是有一个好处 甚至对于我们自己的香港 将来 都会有好处 也会有好处 至于不是 我很多时候预言预料的事情 我不是一个名人 但也有很多不少世界时事的事情 好像我上一条影片都讲过 一年前我说拜登上台世界更危险 这些事情都证明我的预料 一年前已经没错 我亦都估计香港要挨苦 或者两个月前 我已经叫人准备去买粮 在家里 大家就看到现在香港发生什么事 好了 今次就和大家说到这里 下一条影片 继续和大家说什么话题 拜拜